好 再来看台湾科技大学总务处 上个月新来的这一名职员 她的名字太特别了 竟然叫做冷静 因为外形料眼身材火辣 知名度迅速传开 还有不少学生慕名到总务处 就是要来看冷静 而冷静笑着说 自己在自我介绍的时候 常被误会说 她是不是在开玩笑 波浪卷把大眼睛 长相超甜美的这位美女 是台湾科技大学新职员 一到学校就受到瞩目 不是因为外形 而是因为有个超级酷的名字 叫做冷静 真的没看错 身份证名字栏上 她就姓冷 单一名叫静 因为名字太特殊 又长得很漂亮 吸引很多台科大男同学 到总务处找她 其实冷静说是因为 她妈妈很爱搞怪 原本她叫做冷雅婷 高中时妈妈才把她改叫做冷静 重点是妈妈也把自己改成叫欧雷 弟弟叫冷帅 一家人名字都很怪 却也闹出过不少笑话 护震所说 曾经碰过有人叫做吴献章 因为谐音叫做吴献章 因此想改名 还有人叫做宋一支 因为闽南语叫做宋吉吉 所以也来改名 其实2006年姓名条例修法以后 改名很容易 只要备妥证件 请好证据书 每个人一辈子 基本上可以改两次名 中文新闻 藏后报道 有事没有人 这次是 我好证据你 我好证据你